今天工作順利一切平安 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也對一國兩制直接說NO 甚至國防部發布的衛星簡訊 也要小心別成為戰爭隱性 一個小時記者貴侯康佩讓外媒問好問滿 因為賴清德給他們58分鐘 我要被賴清德藏好不好 偏偏記者會一開直播連結就出包 沒有聲音 畫面更一度中斷 網友留言開酸 與外媒評價截然不同 我覺得侯友宜總統候選人 今天一開始就還滿氣勢十足的 而且他自己一開始就講了兩岸政策的問題 投票到時前兩天 藍營積極展現國際溝通能力 更要降低台海變數 TV新聞連夜求人家會 台北財邦報導 1月13號 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及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美中台關係 帶給你最深入關係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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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